好啦我用錄了算了 反正 實況看起來是沒什麼救啦 這一場 歐金 中國 打這個 燃掉印度 一定是出的稍微有點慢 然後 歐金的話打法沒什麼問題啦 就是 他發的那張貿易帝國感覺就是不太對 現場直播為離線狀態 今天真的不給實況 受不了 好繼續 反正這邊呢 就歐金馬哈林上3 看起來好像還神 然後 這邊其實可以切木柳 這個 就是他蓋好的這個 這個 這個切成木柳 塔瑪沙村 沒什麼問題 這邊上10代 偏慢 9分鐘才上10代 真的偏慢 歐金玩過這麼多直升國家來說 他其實先發700金的話早就上10代 700木沒什麼不對啦 700木可以看情況 要不要轉變 沒什麼問題 然後燃掉這邊 就是金採太多 他不應該採這麼多黃金 他該不會不知道太金馬哈林上是黃金吧 快轉一下吧 那要多少金 一二三 五 八百金 八百金喔 不是六百金 是八百金 在裡面 這邊產橡膠跟軟錢 所以肉一定要夠多 這邊肉一定要夠多 火箱沒升級喔 這個火箱是可以升級 火箱要升級的重點 應該不用我多說吧 然後這邊還有布房子 這邊還有布房子 一次 結盟二出慢喔 也是可以啦 只是都已經出火槍了 會希望結盟英國 會拍像會贈 然後被集火點掉 有軟件貼的不是很到位 如果今天隨便甩一甩就把那個甩掉了 哇 火槍死光 橡架其實要配的是郭爾克喔 配火槍也不算錯 但是火槍要升級阿 你不能拿沒有升級過的火槍去拿完 畢竟日本跟印度的節奏還是差蠻多的 中國的節奏就比較好操作 因為他其實就是一個直升要塞強國 一直發兵卡然後把資源投在兵上就好 但是印度是他產兵本身就已經比較 比中國又更慢了 尤其是橡角 那個產能速度又更慢 然後如果是步兵的話就要活用他的素質的優勢 要早點的去幫他升級 換個衣服穿 那先是一件事情 火槍就是無腦出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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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他支援下去 哇 印度還比較多村 支援也是 藍料開的比較多市場 但是你看軍事方面 奧進的兵量很明顯多很多 然後我們再來看 老很多這一天 ерг up 死了 否 жиз 俄羅斯喔 騙人啦 藍調的祖國有一個就是俄羅斯好不好 那怎麼玩英國 哇 亞皮爾斯是不是要學招了 看一下這場歐金怎麼打的 其實可以出火槍啦 出火槍 上2 沒什麼問題 因為其實 藍調俄羅斯壓得很快 我們看一下藍到這邊怎麼打 欸 它前置位置好遠喔 它其實可以塞在這邊 它其實可以塞在這邊 然後 歐金這邊 七百木 馬舊 看一下怎麼空的 看一下怎麼空的 也很好奇 歐金用英國要怎麼空 藍調俄羅斯會輸 是不是哪裡出了問題 主要是 它也蠻幸運的 歐金有看到前置 我那一場太晚才看 探到前置 我那一場太晚才看 探到前置 就把整個均勻出來 這邊就是比較忙一點喔 看一下歐金怎麼操作 哇 剛好逼到死角 運氣太好了 運氣太好了 藍調控成這樣 讓我有頗意外 它打我打的那一場還比較好 它的馬沒有送得這麼誇張 然後它也是 等到火槍比較多才敢硬打進來 在這邊 英國基本上沒有絲馬 然後轉火槍出來就可以贏 看來歐金在應對上還是比我好很多 看這邊打一個雙碉堡 戰圖流 然後這邊拉馬拉的也很好 就是它火槍有在射 然後馬也有在拉 但其實 藍調殘火槍的速度真的很快 它700斤 對 一定要有火槍 這個一定要火槍 就是打 打俄羅斯還是需要火槍 因為它如果要轉醜男出來沒有那麼快 那英國其實採火槍的速度也不會輸 主要是碉堡很煩就是了 然後你看 歐金的控兵 真的很 蠻溜的 歐金的手感伸疏感覺沒有想像中的嚴重 英國還是玩得蠻溜的 只是 中間的經濟好像沒有說蹦得很快 主要是 它村沒有很快蹦起來 它去發了一張六火槍 沒什麼問題 這邊甚至可以再發一張長攻卡 或發五村也可以 這邊有醜男 十三醜男很扯 這一團很扯 這一團不知道怎麼打下來 一定要對方有控制輸 或者是一個神控兵之類的 那個地方根本很難拿下來 這個螺絲不會因為前面那個碉堡掉就輸了 因為你英國一直拖 拖殖民的話 很有可能會輸掉 很有可能會輸掉 除非燃掉很嚴重的事物 我們看到這邊 火槍碼的組合 沒什麼問題 然後把碼的數量弄起來吧 這才能量的 兩隻好像真的是有點偏少 OK 確實是擠出了兩隻 但數量真的是偏少 那火槍量有起來 蠻多的 然後 也有木頭去碰村民 其實經濟拉開 俄羅斯就很難打了 這邊村民算是4 那藍六這邊你看才26 然後你看他還要自己出醜男 然後配資源去採黃金 村數沒有差很多 但是其實市場科技是開得差不多 這邊再補一個村民 看一下這邊 後進要怎麼打 喔 偷吹喔 看這一波能不能賺到 這圖打防守才是蠻有力的 因為其實不太容易跑 因為他那個跑的角度比較沒有那麼多 哇 偷到山村 超賺 哇 這邊奧金自己也被偷吹 這邊有沒有馬就是很關鍵了 這邊你看有馬就差很多 而且不是5、6隻是8隻 這邊就直接一波帶走 你看這邊火槍太晚鐵過來了 看它借過來了 就boy然berg 油墮 上用爪先就乾擦 而且單是放射 這張鐵爪強 倒先留著 這個階 jaw 竟然有蟑螂 快被氣死了 怎麼會有蟑螂 要除蟑螂藥 不過太賺了 燃掉自己跑進來 然後被馬保住 戰略性太成功了 我的出兵節奏似乎是有點問題 出兵節奏似乎是有點問題 不然那波打進來應該是可以 這邊還要再想想看 再看一看 再看一看 其實會蓋清真寺 不會蓋市場 不過也是有二圖曼經濟開局開市場 主要是二圖曼村比較少 開市場好像也行 好 這邊玩德國 這邊也是蓋一個交易戰 這樣沒什麼問題 好 一樣也是市場開局 三旅車 然後之後 喔 現在要打奴毛 然後這邊走一個 阿布火槍 然後這邊只要一直發金卡就可以了 但是會卡人口吧 因為他這邊蓋了那麼多交易戰 好 七百木先發了 所以蓋了三個交易戰 這邊其實有機會 可以用奴兵換掉這一團的那個清兵 對啊 這邊德馬去投村 這邊其實繼續暴力奴毛就好了 因為奴毛就是要量 你量有出來奴毛就很輕生 量沒出來奴然後就是智障 這邊有交易戰 這邊有交易戰啦 對二圖曼來說還是蠻有利的 而且阿布一出來 努兵什麼的也不好打 這邊幾乎是兵沒有在斷喔 支援像連打 然後暴力出兵 赫兔曼的兵很優質 可以給出很大的壓力 可以給出很大的壓力 這邊要繼續纏 阿布點滿了 火槍沒有 火槍沒點滿 火槍其實可以點滿 對阿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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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奧圖曼的火力 就是靠奧圖曼火槍 啊 要該不會上十代吧 沒有 那他魯毛到底有沒有成型呢 火槍有 火槍人口還比較少 火槍這邊人口還比較多 八十人口 那努兵的量其實真的是蠻多的 然後再發個德馬 真的是不得了 這一波 二同半可以直接說掰掰 看操作的如何 操作的好 這一波真的會直接說掰掰 二同半大軍會直接淹沒在這個 德國大軍的鐵體之下 還好這邊沒有千局妄動 不知道這邊歐經是怎麼判斷的啦 但是這邊打不了 大家來看操作 哇 努兵沒有跟上 這邊努兵要先進去坦 然後馬要從 側邊甚至後邊繞 在前面吸傷害有好處啦 但是德馬不是一個適合吸傷害的病種 他必須要很果斷的直接填上去 來製造傷害 那其實藍調夠聰明的話 他應該要繼續纏 繼續纏那個都普勒 不不不 繼續纏那個馬 繼續纏馬 哇 歐經這邊也轉馬 那就不好打 德國打馬沒有說很好打 歐經這邊控的很溜喔 一直用那個距離 阿布的距離去捨 現在好像我的 我的英國開局可以直接 利爾火槍 然後自己參馬 然後再直接反推俄羅斯 然後再發起百年 吃光 然後發起百年 因為 藍調的個性不喜歡出醜男 喔這邊很厲害喔 德馬 啊 德馬退回去幹嘛 要分頭跑啊 這邊都同拉成一團在跑的話 根本沒有辦法殺到那個 厄圖曼的火槍 然後 那個馬要卡到自己的那個房子 超隨的 然後歐經 有非常的仔細的去控 那個阿布去點他的那個怒兵 然後火槍的切近戰 把那個 德馬砍死 那個地形開戰太不利了 阿布的火槍反馬能力還是很強 哇 被卡在自己繞太多圈 歐經的控兵還是蠻扯的 有意識的控兵果然還是有差距 那個阿布控的 控的有點溜啊 這個 好啦 大家講到這邊 看一下資源差距 對啊 反調真的是一個經濟會打得很穩的 但是 這邊 在控制力上 歐經好像是 已經比較多一些了 就是說在 軍事當然兌換的時候 這邊 看出了一些差距 好啦 那就這樣 也不來 我們搜尋